《新疆協調》 限制進口澳洲煤炭、牛肉 對澳洲葡萄酒大賣施加懲罰性關稅 自從去年4月 澳大利亞呼籲國際社會 對中共病毒源頭進行獨立調查以來 中共的貿易報復一次接著一次 現在終於有人出面拍案喊停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協調員坎貝爾 告訴悉尼先驅陳報和世紀報 拜登政府已告知中共當局 我們不會讓澳大利亞孤立無援 坎貝爾說 我們已經明確表示 在一位親密盟友受到某種形式經濟脅迫的同時 美國並不準備改善雙邊關係 也不打算單獨處理 這也是拜登政府的高官首次接受澳洲媒體訪問 但話卻不只是說給澳洲聽的 美國在前任總統川普時代開始著手組建一個新的聯盟 共同反擊中共利用貿易實力脅迫他國 具體措施包括當中共抵制某國的進口商品時 聯盟國間同意互相購買或提供補貼 另外 就中共報復造成的貿易損失 聯盟國可以統一評估對中共徵收關稅 坎貝爾沒有說明拜登政府將採取什麼具體策略 但他表示 拜登上星期五在四方安全對話峰會上 對澳洲總理莫里森說 在這個問題上 我們的立場是一致的 拜登政府對待中共會維持一個相對比較強硬的立場和政策 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是2007年 由時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所拔起的 在美中關係進入新冷戰模式 中共病毒疫情衝擊全球後 他已經被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 形容為印太地區遏制中共野心的民主國家鑽石型架構 當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自信地宣稱 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的同時 其他國家正以更加警惕的目光回視著中共 上週 美、日、印、澳四國領導人 在四方安全對話第一屆峰會上討論後 一致表明 不會對中國抱持任何幻想 英國16號也表示 將在英美同盟的基礎上 加強和印太地區民主國家的聯繫 以制衡中共 正常的人類社會有這種對立它從來沒有變過 也就是說中共與民主自由社會的這種矛盾衝突 它的核心它就是價值觀的衝突 這是不可調和的矛盾 坎貝爾說 美國將在星期四的美中2加2會議上 再度強調對澳洲的支持 當天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將在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首次會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 和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 急於與美國修復關係的中共非常重視這次會面